转基因是人为的 是实验体里出来的 那么生物技术是大自然 自然也好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瑞士平 我是Jennifer 转基因食品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 长期以来围绕转基因食品 也有许多的争议和说法 也有很多的争议和说法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美国陕西海外乔商联合会会长 贺君平先生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多年来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一些知识 贺会长 我想先了解一下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议题 主要是关于转基因的食物的问题 食品 这个行业是非常精深博大的一个行业 那我想先请你们跟我做一下科普 就是转基因的食品 您是概况是怎么样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行业 谢谢您今天的邀请 那么几家公司垄断了接近90%以上的市场 那么有争议性的 因为绝大多数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东西 媒体说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 到底好不好 大家其实心里不知道 所以我就作为一个消费者很好奇 就对这个东西长期跟踪 我自己本人也跟踪了十几年 到超市买东西 Costco Walmart 99 Ranch 我都非常的有意的特意的去注意它 那么这个转基因呢 80年代开始做科研 94年第一个产品投入市场 是西红柿 那么到了2015年 我们在超市里 现在就可以看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转基因三文仪也出来 也就是现在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个植物和动物 基本上都开始转基因了 我们都在这个不自觉的 这个转基因食品 说起心里话是无孔不入 无所不在 你所吃到的 见到的东西里边基本上全部都在含转基因 美国没有转基因的食品呢 基本上只有6%不到 94%以上都含有转基因成分 哇那这个 其实转基因这个产品 其实照贺会长您这么来说 我们都没注意到 还算是一个新的东西 也就是最近这几十年开始发展的 那您能列举一下 就是我们日常主要吃的转基因的东西 都是哪些产品呢 那么在美国本土呢 美国农业部 现在有十大农产品是转基因化的 第一是玉米 大豆 木树 棉花 甜菜 油菜籽 南瓜 苹果 和木瓜 这十种呢 是这个美国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食品 还有呢 就是这个转基因三文鱼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动物被转基因 那么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长得快 这个科学家有的说好 有的说不好 那么我呢 列了一个图呢 就是说这个转基因的西红柿啊 这是1994年第一个投入市场的 它呢 转基因的西红柿 它会基因沉没 也就是说这个西红柿 你放在冰箱 或者放在外面 两个月 甚至放一个月 两个月 西红柿不坏 那么有机的西红柿呢 你放个10天到20天 这个西红柿就自然干枯 就萎缩了 那转基因的西红柿上不动的 不坏的 它是科学家的话 它基因沉没了 从一些消费者普通的观念来看 转基因一个是带来了 这个食物产量的增加嘛 另外一个就像您刚才讲的 也不会很快的腐烂 或者很快的坏掉 那它的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还是我们知道在市场 还是这个叫organic的东西 还是比较贵的 相对于转基因的来说 您能解释一下吗给大家 现在在科学界呢 现在对转基因东西的 所谓的危害 它没有一个共论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这个民意测试 我也是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不是个科学家 那么其实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来解读这个东西 我相信大部分消费者就会更相信 因为我也跟大家一样 到超市去买东西 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民意测验呢 美国有一个华盛顿DC的PU研究所 PU这个民意测验 它呢 做出来的这个民意测验呢 它说美国60%的美国人 认为转基因是不安全的 那么70%的美国大众呢 对转基因到底吃了好还是不好 它持怀疑态度 这是2015年 美国PU研究所 对18岁以上的美国人 做出的测验 那么这个PU研究所呢 我想多说一句啊 这是一个数据研究库 它没有党派 也没有预设立场 它对全美国的这个黑人 白人和各种有色人种 做出的测验 那么从18岁到75岁呢 也就是说60%到70%的人 认为转基因是不安全的 那既然是有这么大的 这个反对的声音 而且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可能也是注意在购买 这个organic的 就是这个没有转基因的一些食品 那美国政府的态度 总体的来说 它是大力推动呢 还是说也有一些 比较严格的监管这样的 美国政府呢 它是对转基因食品呢 是持支持的态度 因为它呢 是从1990年代 这么我讲的 它就是批准成立 转基因公司可以成立 可以研制 可以种植 可以从种植和销售 这个转基因食品中盈利 那么您提到的这个转基因食品呢 是谁在监管呢 美国有三大机构 在监管转基因 它是美国农业部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和美国环保署 这三家美国政府机构呢 它是监管转基因呢 是对它答应 美国社会大众和消费者 转基因食品 你们吃了是没事的 那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呢 也给美国社会大众和老百姓 这个宣传呢 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 是一样安全的 所以说呢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美国政府和美国民间啊 它是这个 所吃被转基因食品 所吃的立场 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那我们科会长 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啊 或者是去这些市场上买东西 它的标签上 有没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标识呢 就是什么样的是有转基因 什么没有转基因 这个标识呢 我这个就有话讲了 美国这个转基因食品的标识 是五花八门 说俊理话是十分混乱 也非常的模糊 那么美国普通消费者呢 其实对这个标签啊 是相当的无奈 也很恼火 那么有根据这个PU 这个调研呢 他呢 82%的美国人 认为这个 美国食品的标签呢 存在误导性 甚至存在欺骗性 我们在这转基因方面呢 一般普通的民众 也会有很多的迷思 就是比如说这个生物技术 和这个转基因的 这个工程技术 这是一回事吗 还是两个概念 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 其实对这个概念呢 不清楚 做我个人呢 做了这个调查研究以后呢 就是查了很多的资料 发现这个生物技术 和基因生物工程 是完全是两回事 生物技术是 大自然自然氧化来的 是人类呢 经过数千年 在农业种植的历史上 它自然发展而来的技术 那比如说 我们嫁接技术 杂交技术 种子的繁殖技术 而转基因生物技术呢 它纯粹是在实验室中 人为创建的 它是无法在大自然中 自然发生 所以作为我们一个 普通的消费者 我觉得理解到这儿就足够了 那现在这个主流的国家 就是世界上主要的国家 对转基因的态度 是不是和美国政府 都是一样的呢 都是持支持的态度 不一样 美国政府 它对转基因是持支持态度 那么从全球的这个 转基因大国来看 美国是绝对的老大 它是转基因 世界第一大国 种植面积超过10亿亩 也就是说 比如说中国人口最多 中国14亿人 才有18亩亿争地 美国呢 是它的耕地全球排 第一 30亿亩 那么重转基因 就占了10亿亩 所以它绝对是老大 那么 这因您提到的说 世界上哪些国家和美国 主要国家和美国比较呢 像欧盟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尤其是俄罗斯 它对转基因 是基本禁止 全面禁止 尤其是俄罗斯政府呢 普京政府在2016年立法 绝对不允许俄罗斯土地上 种植和有转基因种子 在俄罗斯土地种植转基因食物 同时也不允许转基因动物的研究 所以在转基因这个研究和普及方面呢 这个俄罗斯在所有国家中 它是最严格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过去也有人曾经提到过 就是说因为有了转基因这个产品以后呢 这个世界上才不再饿死人 就是有大量的这个农产品出现嘛 然后食物才比较丰富了 那这个说法 因为刚才您也提到 就是说生物工程 就生物技术呢 还包括了就是种子的这个换代更新呢 或者是种子的这种发育 粮性发育 那这样的话 这和转基因是两个概念 那是这个粮食的这个丰富 是转基因所起的推动作用呢 还是说生物工程的进步呢 在这一方面呢 我也做了一些研究 那么美国呢 反转的和支持转基因的 这两大集团呢 这是完全不同的观点 那么这个美国支持转基因和种植转基因的 实际上就这几家公司 就是像孟山多啊 拜尔啊 这个 陶氏啊 和杜邦 这全世界接近60%到80%的种子 是他们几家控制的 那么美国的反转 这个民间组织呢 他们是对转基因的这个安全性 和这个 这个支持转基因的这些大公司啊 就是食物巨头啊 它是完全不同的立场 那么据我的了解和观察呢 这个反转集团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的 那个食物巨头公司呢 是站在资本的立场的 那么基于您讲的 说是转基因食品 是不是正如这个转基因巨头 这些公司所讲的 能够养活更多人 那么反转民间团体呢 是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比如说 你到Whole Food超市 你去看到一个叫做 Non-GMO Project 它是美国最有名的 五大反转公司之一 那么实际上这个 这个Whole Food公司 它里边的贴的这个标签 主要是就是贴的这个标签 叫Non-GMO Project 也是美国农业部认可的一个民间机构 他们认为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大公司所讲的 能养活多的人 它的母产量更高 都是不对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农产品 足够养活100亿人 那么我们现在 现在的 现在目前的产品和目前的产量 都能养活100亿人 那你说何谈食物宝人呢 你现在人类才80亿人口 而且这些土地和未开发的土地 还有大量的可开发空间 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政治议题 而不是一个粮食够不够的议题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这个美国反转集团 对转基因巨头这样的一个他们所吃的观点的一个吃不同的一种反驳 因为我目测在美国来说 目测这个市场上 尤其是超市当中 如果按照简单的 一会儿可能下一集呢 何会长还会详细的介绍一下 怎么辨识这个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这个标签 但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看的话 市场上好像是 如果把organic归咎为不是转基因的话 如果简单这么看的话 感觉这只是很小一部分 大部分的食品都是应该这么算应该是转基因的 这种说法对吗 是对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产品呢 是就咱们俩刚才探讨的 其实美国百分之市场上我们眼睛见到的 百分之九十四到九十五都是含转基因的 纯转纯有机的产品 只占了我们整个消费市场的百分之六左右 所以这个对比度是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 是相当吃惊的 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 我们身边在超市 在各大超市 甚至在hold food 这样的声称是有机 这个专卖有机产品的 农产品的这么一个超市呢 实际上它里边 hold food的里边 也含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转基因产品 那么百分之七十它是 当然了这是全美国最集中的一个 卖有机产品的一个超市 就是我们跟消费者要分享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也作为一个消费者 美国你转基因产品是无所不在 你吃到的东西 看到的东西 绝大多数是含有转基因 或者是转基因成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